股票在什么位置加仓就可以做到买完就大账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套比追赞更暴利的黑马股加仓买入的模型 让你真正的做到加仓及暴涨 大家好,我是Carrie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专题课程 第一次听课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长期来收听我的内容 今天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 一只黑马股如何找到回调位置加仓的绝佳机会呢 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黑马逼空加仓模型 在课程开始之前 建议大家先点赞收藏再观看 好,我们课程正式开始 本视频内容仅供参考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今天我们主要研究的是黑马股的加仓位置 先来看一下整套的模型 这套模型非常的简单易懂 但是又非常的实用 这样的黑马股在起脏之前 骨架拉升起来之后 在相对的位置进行横盘整理 横盘以后 骨架突然出现下跌 然后再急速的拉起来 这是一种逼空的买入方法 而这种逼空的买入方法 也正是股价的重心 在某一水平的位置波动 突然莫名其妙的破位下跌 这种下跌把很多投资者吓坏了 因为这种下跌比较猛 但是后面出现的机会也很大 而出现的这个机会 就是黑马逼空的加仓位置 今天这节课 我们重点要讲的是 这种黑马逼空的加仓位置 怎么样去把握 那同样的 依然是黑马的形态 庄家会通过右空陷阱 这种下跌是为了右空 在拉升之前进行彻底的洗盘 洗盘的力度很大 下跌虽然击穿了 投资者的心理防线 但是不会出现连续的放量 而是逐渐萎缩 也叫做缩量下跌 下跌之后形成一个底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最低的这个价格 对应的成交量 基本上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地量 天量和地量 天量呢就是非常大的量 地量呢就是非常小的量 这就充分说明 这种股票的下跌 它是一种假跌 不是真的跌 它只是为了洗盘 那为了洗盘 洗下来 洗盘结束之后 放量上涨 最关键的就是 当成交量不断萎缩的同时 上方的蜡烛 也是逐渐的减缓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黑马骨 所出现的一个经典的右空形态 我们把它的要点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第一点呢就是股价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破位下跌 股价击穿 投资者的心理 防线 但是不会出现连续的放量 破位呢就是把前面的这个支撑的小平台全部跌穿 在这个位置同样的把前面的这个小平台全部跌穿 这叫做破位 那对于散户而言就很容易恐慌 很容易恐慌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下方 在整个股价下跌的过程中 对应的成交量 它其实是萎缩的 是缩量的 差不多在最低点的 最低点的位置 对应的成交量 也就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最低量 那也就是右空的一种下跌 缩量下跌 所以 见底上涨的时候是放的阳线 阳线就是代表绿色的蜡烛 那成交量放大 股价阳线连续上涨 后面出现的全部是放量的阳线 阳线就代表这个股票比较强势 强势的阳线就代表这个股票 后面有买入的机会 那把握住这个买入机会 后面股票就一路拉升起来了 这就是非常经典的 加仓的位置 那如何去抓住这个最佳的入场机会呢 这个是日线图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分钟图里面去看 根据大家的操作周期 如果你是说intraday 在30分钟60分钟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六彩神龙 就是帮助散户去跟装的 那六彩神龙的红柱上穿紫线的位置 大家看这个红柱呢 如果是能够到达50% 就说明庄家是建仓完毕的 庄家建仓完毕 庄家没有离场 所以这种调整通常都是一种右空的调整 那每一次调整结束 红柱上穿紫线 紫线转头向上 红柱上穿紫线 紫线转头向上的位置 这都是我们非常完美的入场机会 那这个呢 就是股价回调的底部 抓住这个底之后 我们去加仓买入 那后面这一步的利润 我们就可以完全把握得到 好 我们对今天的内容呢 进行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的是 黑马右空加仓模型 这一模型的前提是庄家 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 先右空设一个陷阱 在拉伸之前要彻底洗盘 把股价打下去 然后再买入 再拉起来 整个的过程 我们用到了量价关系 也可以理解为 阻力对于整个盘面的一种操控 这种黑马股对阻力来说 是非常有利润的一个类型 也是主力惯用的一些手法 去炒作这类个股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 黑马股加仓买入的位置 希望这个战法呢 给你今后的交易带来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订阅 转发分享 点赞和留言 更多操盘干货 等你来掌握 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whatsapp到96469682 联系我的助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